各位朋友 奥运会中国游泳队的100米自由泳的潘展乐的金牌 确实是让这帮白皮们破了大房了 这两天这个事是越演越烈 美国这边又遭到了完美回旋标 准准的就歇自己脸上了 因为美国这边的网民 他不是说这个潘展乐成绩不干净吃药了吗 是吧 他们不服吗 总觉得因为游泳嘛 美国队在这里边金牌数量是最多的呀 你比如说以前的飞鱼之类的 菲尔普斯之类的 可是呢 他们没想 这个美国这些游泳运动员据说都有病 你别胡说八道 你看菲尔普斯说自己有抑郁症 人家吃药是不在限制之内 有人说自己有小儿多动症 那所以也得吃药 所以美国的每一个游泳运动员 都有这病或者是那病 人家都得吃药 人家吃药是吧 人家吃药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健康 中国队你什么都不能吃 你看 来了吧 说北京卷入兴奋剂丑闻之际 中国网民指控美国运动员服用尽药 美国之轮是这么说的 宣称美国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 集体服用兴奋剂的指控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大范围的传播 做出指控的民族主义博主和评论人士们 贴出了美国运动员在赛后脸色泛红的照片 作为他们的证据 这正值北京被卷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运动员 用药丑闻之际 这事件最初由纽约时报披露 有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这是西方媒体 破坏中国体育形象和信誉的企图 这个事到底咋回事 我不给大伙说了吗 那是食品污染的那个事 连国际反兴奋剂协会都这么说 美国你就闭嘴吧 你先看看自己那个屁股干净不干净吧 你还说人家呢 没有问题 准备状态 特别是在美国的美国 WARA的传统是被划算了 几乎和勇气的则则 YUSADA的传统是在其他人的世界上 这不可以让它站起 因为美国是一大牌 为售和产品的扫兴趣的抑制性 如果美国的美国是向于USADA 继续扰这些抑制性 它会自然自然的地球 和经济的社会 原来美国自己才是那个药罐子 说本届奥运开赛以来 美国的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上 已经获得了20枚奖牌 占据了美国队奖牌总榜的一半以上 所以他才拼命地打压中国的游泳 在中国的社媒上 指控美国游泳选手服用兴奋剂的信息 迅速的散播开 这是虚假的 他们说 说这个美国女子运动员在赛后脸色泛红 脸红的发紫 说明他们服用了药物 对了 你看看 各位服没服药自有公论 咱们看看 这是三个美国的女子游泳的运动员 你对比一下 这个在二三年的时候 福冈的时候 在东京的时候 和二十四年的巴黎的时候 你看看这几位 各位 你看看这几位 这脸 是不是都跟公鸡一样的呀 是吧 那位说那不是啊 那是因为巴黎的这个游泳池里边的水太脏 好吧 好吧 各位 看见了吗 这脸为什么要都红的这样了 这正常吗 各位 美国游泳队的脸为什么这么红 一名叫做这个大漂亮傻事的微博博主问道 贴文下的一位网民回复 要劲过了 开始副作用了吧 中国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审议用指代的非人类的代词 他们 宝盖他们来形容美国游泳队 并反讽的说 美国的选手都是不克要的地球生物 游的可快了 过去两天以来 美国选手脱力是最常被中国网民用来指控美国队服药的运动员之一 这位21岁的维吉尼亚州人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了一金两银 美中混血的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简爱 一个微博简介是南昌圣元堂中医医师的博主贴出了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照片 并与中国的选手张宇飞的照片做对比 他写道 赫斯克脸上的红斑是典型的药物反应 这个事实上赫斯克在他个人的社媒照片上贴出的照片 面部平时就有这些红斑 那就是平时也吃药呗 对吧 那个运动员嘛 都得吃药是吧 好吧 说截止到8月1号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游泳项目上获得了七枚奖牌 但是中国选手潘展乐 星期四在男子100米项目上获得金牌 让网民们欢呼雀跃 而美国的两位选手仅排名第七和第八 网民称这是美国人就算用药也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潘展乐100米自由泳金牌标志着美国游泳运动 这个白人最后的碉堡被彻底的爆破 美国白人之上的种族主义的谎言被戳破了 中共运动员再次向世界证明了 老美你们克药克成紫茄子 你们也赢不了我们 这是谁啊 这是朴布城写的 说这个 又把那个所谓的四月份 23名游泳运动员 要检呈阳性 那个事又拿出来了 人家兴奋剂协会都说了 那确实是实物污染 中国的网民说 这个美国执意将性分级问题正式化工具化 就是要扰乱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的秩序 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并削弱去竞技的能力 是吧 这个就是为了刻意压制中国而制造的 西方的体育舆论界一年前瞄准 一月前酝酿 一周前发力 集体炒作巴黎奥运中国游泳运动员 服药事件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冠 说呢 利用英文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强大的渗透里围剿 先从口碑声誉上 杀死中国运动员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一种说法 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霸凌 是因为害怕中国超越 对吧 但是这个说法现在是得到印证了吗 各位 其实美国全方位的走下坡路了 就连体育也是日薄西山 游泳本来是美国的绝对优势项目 这几年被中国全面反超 有这个趋势 美国人心里边过不去这个坎 人家说的对啊 对吧 体育也好 经济科技也好 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美国这个老牌的霸权主义国家 不愿意丢弃曾经的荣光 这完美的回旋标 是不是抽自己脸上了 各位 看看吧 看看这大红脸吧 你看 这连有这个中国血统的脸都是红的 这不能说是人种的原因了吧 你看这正常吗 各位 就是美国之轮记者呢 在场外采访了一些这个观众 他们发现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 无理的荒谬的这种指控 引起了绝大多数人的反感 大家好 我是宝申 我现在就在巴黎拉德方斯 奥运游泳馆外 到现在为止 奥运的游泳比赛呢 已经赛程过半 中国队奖牌总数 超过了中国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上 获得三面金牌 两面银牌 和一面铜牌的成绩 但是就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 中国有23名游泳运动员 在兴奋剂检测当中 呈阳性 但是国际游泳机构 仍然允许他们 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并且创造了比较好的成绩 这件事情经过报道以后呢 在全世界 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了人们 对国际游泳比赛 是否公平的议论 到现在为止呢 有关议论仍然在持续发酵 我们今天啊 就在这里采访了一些运动员 和体育爱好者 请他们谈谈对中国队 在本次奥运游泳比赛当中的表现 以及围绕中国运动员 有可能使用兴奋剂的争议的看法 还是可以 咱说运动员挺不容易 咱说就是在奋斗这些年 就等待这四年的一届 就是说出成绩的那些 咱说人大火好行 不出成绩 实际挺不容易 这一届吧 给人一个印象了 就是说你中国人 就有点太那什么 就是说你这兴奋剂检测试 你为啥 你就是 就让人家有点不理解 你说运动员每一天 你说你不愿意睡觉 每天睡几小时 一会儿整一下 就一剪一下 咱说有点雄人就是 是 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来说 咱看这事吧 谁挺气的 就听着报道 就是手机这个媒体 有些报道这些东西 咱挺确定挺气的 这样气的 这个东西咱们就说是 你是不是用不用 谁自己心里有数 你说你美国用不用 你自己心里有数 中国用不用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 就说咱有些事吧 看就说有些人看挺气的 其实这次表现感觉很不好 因为你只拿了一块金牌嘛 但是我也觉得金牌 不是最重要的 像昨天张雨菲 已经很尽力了 他拿了铜牌 我也一样提他高兴 我使劲地抖那个国旗 我觉得这大国嘛 就是要经得起 别人对你的这个嫉妒 要有这个涵养 要有这种 就是能够平和地去对待 这种不要玻璃心 觉得人家就是歧视我们 当你国家太强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一个奥运会 每个项目都是中国人拿金牌 也没有什么意思 奥运会最好看的 就是昨天晚上我在这儿看的 就是各种国旗飘扬 这是一个全世界顶级的比赛 这是最让人激动的 就是大家互相公平竞争 所以检测可能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所以说不是光针对中国人 其实老外 尤其是这种西方人 他就是这种 就是喜欢批判 就是喜欢不服计 我认识地看 I think it's just nice to see fast swimming you know all around I think as like a sport we're just we're all rising up to a new level so it's I think as fans it's nice to see I think we all just want to be even throughout the sport and just everyone on the same field with testing and the randomness and everything and you know if they say that's what's been going on that's what's been going on 所以相信在人們的背後 他們做了他們的工作 我認為這些遊戲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只想要全都競爭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做的 這很重要的,它能夠測試玩的環境 如果有些人是瘋子,有些人是不瘋子 那些人是瘋子,有些人是不瘋子的利益 所以是很好的測試和控制 這個美國之輪也發現了 天天無腦黑中國也是沒意思 別人也是覺得你這沒正事了 你這美國政府投資的媒體 你天天無腦造謠 確實是損害美國政府的形象 時不時的也得掺杂點貌似公正的內容 你看美國自己的選手都認為 中國隊一天檢測十七八回 他怎麼個吃法啊 吃毛啊吃啊 是吧,天天豆餅豆餅的 我不是說了嗎,這白瓶們啊 這個品種是真沒見過世面啊 給一塊豆餅就覺得是興奮劑了 點個訂閱吧 咱們下集再聊 咱們下集再聊 咱們呀